我的天哪 你在楼梯道里 剪到过这种奇怪的红色舌头吗 打开后 里面是香香甜甜的舌头软糖 有人还在里面 发现了一枚雪钻戒指 据说在5月12点 带上它去照镜子 就会在镜子里 发现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的自己 真的太诡异了 不是吧 主持人里面竟然能剪到这种 雪红雪红的舌头 有人竟然还在里面 发现了雪钻戒指 据说在5月12点 戴上这枚戒指 再去照镜子的话 就能看见平行世界里的自己 这也太生气了吧 我还真有点好奇 平行世界里的我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些我也得觉得立到着的 东西 什么老板 你也去啊 这不是那种手头吗 老板人呢 怎么就在造势了 算了算了 你先把这些藏给收拾了 这也太长了吧 这不走 全是我的了 你从哪弄的这些藏呀 这是我捡来的 捡来的藏你也敢吃呀 这里面可是永远的藏着雪红的藏呢 让我赶紧来找一下 让我先来看看 这舌头藏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这我做的还带着白色的獠牙呢 这藏看起来惊人忌惑的 它很有弹性啊 让我来咬一口 这味道真不错 我也没看见什么戒指啊 别慌 咱们再借来拆取代 连拆了三包 只说够了三个假牙 这一大门啥都没想见 你找到没有啊 挺好是假牙 吓死我了 这包里面怎么有硬硬的东西啊 刀子 鬼的东西 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好像是一只戒指 这戒指的造型还挺好看的 这是不是只有你说的雪钻戒指 别被你脱落了 我这戒指的形状 怎么怎么跟我是个面条 不一样啊 不管它能拿 好看就行啊 咱就我找到的 就是我的 我来拿去给我同桌看看 啊 这外面都玩烧一点呢 我话还没说完呢 他就跑了 他身材这么多糖 CV里面还有失踪宏馆的 最关键的呢 那不过我赶紧来找一找 我做了宝子们 记得在右边 给各位我点个小行丁哦 开心心宝 宝子们 我都拆了这么多舌头了 怎么一个戒指都没关系啊 他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为什么小雨就能找到啊 没事 我还有这么多的 这一口气把他们全都给拆光 怎么怎么 剩下的我都已经全部拆光了 跳根没找到雪钻戒指啊 我的妈妈的衣服雪钻戒指 就是刚才被小雨拿走的那个嘛 这也太奇怪了嘛 拿心带里的这是什么啊 啊 密切 雪钻戒指啊 我早在带子里 差点被我抵扔了 我可真是太粗心了 这面戒指不就是视频里的妹妹吗 哇塞 少年的雪钻好红啊 你说戴上她 在我夜12点照镜子 就能看见 平心睡觉觉得自己啊 这门我现在已经快12点了 怎么做宝子们 我们一起去试一下 现在我已经戴上这面戒指 接下来咱们去卫生间的镜子前面看一看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变化 这面戒指到底有没有用啊 好像根本没有出现平心睡觉的机器啊 干嘛 咱们 咱们 你也看见了吗 根本没有什么平心睡觉里面的自己啊 看来那个视频是假的 大家还是不要相信这种团了呢 不是吧 我的天哪 你在超市里 见到过这种软糊糊的土豆吗 有个小伙子买了几个回家 剪开一看 发现里面全是白白的奶油 还有一盒超级迷你的薯片 里面的每一片都比指甲该还要小 据说放进水里泡24个小时 就会变成同款可以吃的薯片 太神奇了 开心的土豆里竟然有这种软糊的土豆 把它剪开 它能在里面发现迷你薯片 把迷你薯片放进水里泡24个小时了 它就会变成可以吃的薯片了 还会这么衣服的事啊 要不然咱们也去超市里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这种土豆不就知道了吗 走走走 要进去 老子们 土豆给你们买人了 原来我们在超市里没有找到 可以在水火店里买到这种超帅的土豆 不过这种土豆也太贵了呗 因为都要十块钱 食物的老板说 它可是跑十家超市才卖来的吗 咱们赶紧来跟小园里检验一下 这种土豆里到底有没有薯片 这个土豆也太猛烧了吧 跟妈妈买回来的土豆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捏起来软糊糊的 特别解压哦 咱们赶紧剪开这个小土豆 来找一找迷你薯片吧 这奶油一笑就昆出来了 耳里面的奶油挤出来 妈妈 这个土豆难道就被我找到了迷你薯片 咱们把它拿去洗干净 真的是迷你薯片 妈妈它的个头也太小了吧 它没有我的小乳头土呢 这个盖子还能打开呢 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哇 倒出了好多薯片了 原来里面的薯片也这么小 上来第一个就被我找到了 这边不是烤热烂的吗 这好让小宇最喜欢的味道 我总之都是番茄味的 让我来找找这些土豆里 永远番茄味的吧 剪开焦土豆 我急 我哪什么都没看见呢 这已经全都挤光了呀 这边奶油里面也啥都没有 我就不信了 再来一个 烟 急 绿色的 竟然是黄瓜味的 乳里面也满满的东西薯片 不太喜欢吃黄瓜味的 我也不喜欢 不喜欢我能抽到我最爱的原味薯片 让我一口气来剪两颗小乳头 给一颗 我的钱 原味薯片 出来吧 这第一个土豆 怎么是空的呀 好了咱们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你身上了 我钱 小乳们 记得给小木我点点赞赞了 发现了 它包装是活的呗 看这样子 肯定是原味的 我今天可真的是太心灵了 这下我又考入了一个 原味薯片吃了 我好想吃番茄味的呀 不过我一样 多喜欢番茄味的小伙伴们 天天赞赞 咱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土豆 一个没有番茄味的薯片 能不能吃上番茄味的薯片 能看起来小土豆 我钱 出来吧 咦 你什么那里掉下去了 让我来瞅瞅 这个颜色好像是 番茄味吧 你不知道我想吃的土豆啊 现在咱们赶紧把这四个薯片 放进水里泡一泡 二十四小时以后 我们就快收到薯片了 把四个薯片放进层中 来到等水 这么多 应该够他们吸收了吧 现在咱们小小小伙伴 一样坐在手上了 二十四个小时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变到吧 走四个 已经过就二十四个小时了 啊 薯片拿去啊 这个盘子怎么是空的呀 变到了昨天 难道是透明的吗 哎 小伙正在吃什么呀 好像是薯片呗 而且还是我们周到的 那几个口味 吃点 你的薯片拿来的 那当然是我自己买的呀 那我们的薯片拿去 我的天呐 你吃过这种 比魔鬼蜡条还要蜡的 鬼胶脆片吗 有个小伙子 竟然在这种脆片里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 迷你电视机 白天看起来 平平无奇 但据说到了 午夜十二点 他就会突然开始 开放诡异的恐怖画面 真的是太吓人了 鬼胶碎片里 猪神秘的迷你电视机 在五月十二点 这个电视 还会有恐怖题目的 我怎么会有这种 奇怪的鬼胶碎片呢 这么晚了 是谁穿门啊 你们看下去 谁呀 一个包裹 迟到晚上 给我们送包裹呀 我怎么感觉 不对劲啊 这不打开来的吗 哎呦 这也就是薯片 不是吧 怕什么来什么 里面还有张纸条 可以打开的 请假五月十二点前 找到迷你电视机 否则今晚 你们就会见到阿飘 不是吧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这是谁写的呀 那你开始找吧 我好害怕呀 这个神秘人 一共给了我们 六个鬼胶碎片 让我们先来 浅拆一盒看看 撤开 里面有个带子 盒子里面已经空了 该不会迷你电视机 在这个带子里头吧 撤开 哇 里面都是超级烂的碎片呗 我们赶紧张嘴 来尝一口 啊 好辣啊 赶紧把你们的碎片 全部倒出来 你们帮我找找 这部电视机 到底在哪啊 反正我是没有看见 浪死我了 有这么烂吗 时间运气 让我赶紧继续来找 你有理由呢 我可不想半夜看见阿飘啊 这一次啊 我就直接来拆两盒吧 我都手得有点发抖了 想抽到小电视机 我不想抽到小电视机 那个盒子里没有 四拍 跑不出来 没有哎 再来拆第二盒 盒子里是空的 我看这个袋子 这盒子里面 不也没了 我到 我完了 这翠片怎么黑漆漆的 闻起来一股好烂的味道啊 哎 我这两盒里面 可能会有迷你电视机 那滚到翠片的包装 一看就剩得慌 咱们直接来打开它 没想到这盒也是空的 再来看看 明明有没有 把翠片爆出来 我看的视频就是骗人的 那么就没有迷你电视机啊 再来拆这盒 已经有种无详的预感了 这盒也是空的 电视机再多点出现呀 我们老人在大眼睛 看我看清楚了 果然是我想多了呀 但你给电视机 不得去哪呢 马上就都12点了 那个神秘人 该不会是在电影门玩吧 现在咱们吃最后一个了 这个盒怎么感觉轻飘飘的 咱们都知道里面 应该没有电视机啊 想你打开看看吧 嘿 还有那盒子抛出来 那个盒子 卡子胶片都给盗出来 啊 这是 明明这一件 真的被我们找到了 你不看 这盒子里面放了一个了 有人竟然一下子找到了两个 这一下晚上应该见不到阿飘了吧 现在还没有到12点 电视机里面应该不会出现鬼 那这边我再看看节目了 正好消息要开关 我看 我看 他本来声音音响呀 这个放电子飞了 这个电视机 该不会是坏了吧 怎么听见了 一下子就黑了 电视机亮起来了 好可疑呀 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 软乎乎的油条玉米包子吗 捏起来 坦坦的超解压 有个小伙子 把这种油条剪开 竟然发现 里面有一个迷你烤面包机 小小的特别精致 据说到了午夜12点 他就会自动烤出香喷喷的面包 只要吃上一小块 就可以十天都不饿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竟然有这种软黏黏的油条包子 和面黏 我怎么就从来没吃过这种早餐啊 小伙伴们 你们吃过吗 最主要的是 这种软黏黏的早餐里 竟然能抽到烤面包机 我明夜12点 这种迷你烤面包机 就能烤出香喷喷的面包 只要吃上一块小小的迷你面包 就能十天都不饿 这也太神奇了 小伙伴们别着急 先让顾问我去小卖部 帮你们一探究竟 看一下有没有这种软黏黏的早餐 天哪 包子包 包子 这这么多油条 每样才只有你 不过人家根本不是什么早餐 而是一种解压捏捏乐 捏起来超级人 特别别的 这个包子简直就像炖豆腐一样 太好拉了 对啊 你得赶紧来找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迷你面包机 那咱们就先从这些小油条下手吧 我天哪 你出来 这是啥呀 看起来是个小盒子 起来的以后 竟然是一种苹果 这一上面还标了价值十块钱呢 马上来说说 哇 这个天国也太小了吧 红葡葡的 超可爱 再来一个薯条 我煎 奶油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起 妈咧 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奶油 那我来找一包 嗯 这奶油里面什么都没啊 老板间只找到了一种 红葡葡萄的小苹果 快 想了还是来看一下 这香菇菇的大包子 有什么办 这大包子 香的我都馋了 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馅的 捏起来超级的软 像气球一样 咱赶紧来剪开看看 剪 啊 这里面竟然是像冰沙一样的东西啊 那就把里面的冰沙全挤出来 挤 哎 这是什么呀 堵住了 嗯 又是一个小盒子 这小盒子也自然是 这个梨子 为啥这梨子的屁股长得这么尖呀 感觉瞬间就能炸死人了 对了 我还有一个大包子呢 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剪 出来吧 哦 红色的 这是 里面是草莓 这个可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啊 有没有小伙伴们和各位我一样喜欢吃草莓的 两个赞在 让我看到你们 小伙伴们 我都已经抽到三盒水果了 可是还是连面包机的影子都没见到 那不会在最后两个油条和玉米里吧 咱们一起来找一找 展开这根油条 我急 里面没了 剃脱奶油里 不像油东西的样子 看来这油条是浪费了 没事咱还剩最后一个玉米呢 宝珍们继续点赞赞 我相信啊 这个玉米里一定能找到宝物的 我捡你 烤箱烤箱快出来吧 啊 这是 啊 又是水果 这一只是青苓果 一看就特别酸 我才不要吃呢 这完没挤完呢 等我再继续找找 啊 这是 是啊 我去面包烤箱被我找到了 这也太明尿的 还没我的掌心大呢 看起来好精致啊 还有排气孔啊 别急 想让我去帮他治理一下 事已完毕了 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哇 竟然是双层烤箱啊 和我家的大烤箱一模一样 太高兴和黑客币啊 听说他到晚上12点的时候 自动烤是迷你面包 不许 你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我刚才松里的时候 里面浸了一点水 那 先放在这里 要干 等到晚上12点的时候 来看一看 好香的面包味啊 这大半夜的 谁在烤面包啊 我们去看看 没有人在烤面包啊 这个香味是从哪算 发出来的啊 好像是这个啊 其实是个超迷你的面包机 这里面还有面包呢 这个香味也太香了吧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 这个面包闻起来也太美味了 尝一个试一下吧 这个太好吃了吧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面包 是不是感觉 有点正 我的天啊 怎么这么疼啊 不行 我得去一下厕所 我的天哪 有个小伙子 把一个黄色的神秘物体 放进锅里 不停地旋转 然后再轻轻一拉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他竟然拉出了一张蜘蛛网 而且这张网还能吃 真的太诡异了 不是吧 原来卵头还能这样吃 不得锅上轻轻刷人家 就能像屎人母一样拉出 超红色 也太有意思了吧 试一下 这视频里有个锅 我正好有同传 现在就差玉米糖了 走走 跟我弟弟姐姐去 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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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玉米糖作用一下 干嘛呀 我都还没吃呢 收给我 我给你做到拉丝玉米糖吃 开开关 咱们先给锅加热一下 等锅热起来 就可以上玉米糖了 你这是要拿玉米糖看天理吗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马上就融化了 还发生了瓷瓷的声音呢 我给它绕圈圈 诶 怎么和视频里看到的不一样了 它怎么变了一坨一坨的了 是我的爸爸病吗 完了 这说恐怕刺刷不干净了 诶 这什么呀 这就是你说的辣丝玉米吗 叶姐 我还没吃辣丝呢 我看视频里啊 就是用一张纸巾 就把自己拉起来了 让我来试一下 先沾一下 完成了它 哇 果然都拉得到丝 真的 拉丝成功了 你管这也叫拉丝啊 我觉得这个丝拉得一点都不好看 对不起 我给你拉一个好看的丝 再来一颗玉米糖 这次啊 我肯定比刚才拉得更好 哇 这辣丝玉米的声音 提起来太重要了 这个好像在看煎苹果在 咱们给它涂厚一点 差不多了 可以来拉丝咯 拉 好痛快看 哇 这个拉丝丝 这一步就刚才完美多了 这种提振的好多红啊 嗯 好酥酥啊 快来让我也试一下 我已经加热好了 咱们可以来图圈圈了 哇 哇 要得图够一点 现在我要跟着拉丝了 我拉 哇 这个丝也拉得太疼了吧 看见没 这个超完美 居然拉出个这么长的丝了 你也太厉害了吧 好像是这个薄饼啊 对了我还看到有人拉出那种彩色的丝呢 不然咱们也来试一下DM彩色的吧 这种彩色拉丝要用到这种十分级的彩色色素 咱们先来图一遍 慢慢的画圈 就像穿顶子一样 同时给它滴上色素 再来一种颜色 现在可以来拉丝了 预计破账 莫大得动啊 宝珍 我把它吃饭了 再来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要拉出一个超完美的字 差不多了 它也是拉丝 看它起不来呢 对吧 这色怎么是这样的呀 算了 再来 为了让宝子们看到彩虹拉丝 我这是费了九牛二骨之力啊 小伙伴们 还不可以做个甜甜带的 加色素 可以拉 拉起来了 竟然不是很好看 但颜色还成功了吧 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波 明镜是玉米拉丝 这种好吃又好玩的拉丝玉米糖 确实不来自你的闺女来给你做一个吗 小时候的粉笔都敬意过什么 第三弹 逆向思维 趁大课间老师不在的时候 小伙伴们都喜欢用粉笔在黑板上乱画 大部分人都是在黑板上写白字 而我这个大聪明就不一样了 我会用粉笔先把黑板涂白 再用蘸水的手指在上面写出黑色的空心字 是不是很与众不同 勤劳小蜜蜂 每次老师上完课后 黑板擦都脏兮兮的 裹了一层厚厚的面粉 作为值日生的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拿出小尺子 刮刮还不够 还要用手不停地拍拍拍 用手拍不干净 就拿到教室外面的地上拍拍拍 很快 它就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除了黑板擦 我还会把黑板的边边角角都给擦干净 这些都是老师平时擦不到的地方堆积了非常多的面粉 用湿抹布才能把这些粉笔灰全部给弄干净 拿出一只废旧的中性笔 把笔帽给摘下来 再把粉笔塞到笔帽里 然后不停地旋转旋转再旋转 就可以得到一颗一颗的粉笔小年球 上课无聊的时候 我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 童猪的小白鞋也太脏了 真的看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问英语老师借一根白色的粉笔 然后磨成粉末 再偷偷抹在童猪的鞋子上 等它发现的时候 鞋子已经焕然一新像刚买的一样了 除了帮同桌翻新鞋子 我偶尔也会帮学校翻新一下墙壁 只需要用白色粉笔在脏的地方涂一涂 就能遮盖住它们了 屏幕前的你们还不点个赞夸夸我吗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把粉笔掰成好几段 上课的时候用它们偷偷砸人 还要假装不是自己干的 经常会被老师给发现 结果当天就把我妈喊来学校了 艺术家 偷偷收集其班里的彩色粉笔 把每个颜色的粉笔都削下来一点 然后用铅笔在上面旋转一下 直接就变成了一幅绝美的画 艺术成分大概有三次层楼那么高 没有十几年的绘画功底是绝对欣赏不来的 老师的奇怪行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老师每次用新粉笔写版书之前都会把粉笔最前面的一节给掰掉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知道吗 小时候的橡皮都经历过什么 第二弹 做筛子 小时候总喜欢用橡皮DIY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说用橡皮制作小筛子 先把橡皮切成小块 再削去不规则的地方 再用水笔涂几个点点 一个小筛子就做完了 下课就能和小伙伴一起玩丢筛子游戏了 上课无聊的时候 我就会玩戳橡皮来解压 把削好的铅笔戳进橡皮里再折断 就像再给橡皮打针一样 懒得削笔的话 也可以用自动铅笔玩 这个方法特别的简单 缺点吧就是有点费笔心 是我了 作弊神器 考试的时候 橡皮就成了作弊神器 把答案用特别小的字写在橡皮上 再用借橡皮的名义 把答案递给同学 老师根本发现不了 这样做的缺点是 同学不及格的话 我大概率也会不及格 完了 我没及格 翻屠子了 我抓你的也没及格 麻烦的橡皮屑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擦橡皮屑的时候 经常会掉进书缝里 每次想用铅笔把它抠出来 都弄得书本越来越脏 不过我发现用铅笔在书缝里滑啦滑啦也挺好玩的 就是容易被妈妈发现爆了 最佳损友 在橡皮上写上死打的名字 再加上几个不太吉利的字 然后再拿一块橡皮插上几根笔心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那么回事 不过千万别被那位好朋友发现 不然下课后真的会被追着呢 小时候最喜欢用橡皮模仿我奶奶做菜了 偶尔我也会做点不一样的菜 把橡皮先切丝再切丁 做好馅料后加点铅笔灰 再搅拌搅拌 然后拿橡皮泥做个饺子皮 把馅料统统包进去 新鲜的饺子就做好了 可以拿去给同桌吃了 新鲜出的饺子要不要吃 我都吃了 去山西挖过煤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橡皮买回来明明没有怎么用 平时也很爱护它 但没过几天 它就会变得脏兮兮黑乎乎的 就像去煤矿场挖过煤一样 太奇怪了 磁力橡皮 这个现象90%的小伙伴肯定都碰到过 只要把尺子和橡皮一起放进文具袋里 在拿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 橡皮竟然牢牢地粘在尺子上 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原理 你们知道吗 小时候的橡皮都经历过什么 打针 有没有和我一样 一上课手里就闲不住的小伙伴 不是在课本上乱画 就是用铅笔给橡皮打针 像这种全新的干干净净的橡皮 脱起来最解压了 我跟姐姐独立 橡皮用的久了就会变得脏兮兮的 看得我强迫症都快犯了 课都听不进去了 必须给她揉搓干净 用手搓不干净就在纸上搓 纸上搓不干净就在桌子上搓 桌子上搓不干净就在教室的墙上搓 要那墙上的搓不干净 就只能用刀把脏的地方给切开了 就是切完后她直接变小了一圈 一键穿新 新橡皮刚买到手的时候 特别想扎一下 但是谁知道越扎越上瘾 简直停不下来 结果就是直接戳过去了 我把它做成了一把小战斧 这样擦挫子是不是会更有感觉 大力丸 有谁和我一样喜欢收集擦过的橡皮屑 把它们汇集在一起 然后用手不停地捏捏捏 搓搓搓 时间久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长条 再把长条揉成一个大力丸 这托大力丸又软又好玩 就是有点废手 揉完我手指都肿了好几天 做手术 有时候说橡皮屎 不小心会把铅笔弄断在里面 怎么都弄不出来 浑身难受 搞了半天 它还反而越扎越深了 所以只好给它做个外科手术 结果 铅笔心是弄出来了 可是橡皮也已经惨不忍赌了 乞丐橡皮 小时候的我 基本上不买橡皮 因为总是能从教室的角落里 捡到一些乞丐橡皮 捡不到橡皮的话 就借用铜珠的橡皮 好几次还不小心把铜珠的橡皮顺走带回家了 画画天才 谁能忍住不在新买的橡皮上画画啊 反正我是忍不住 每次拿到手都要立刻展示一下我的绘画功底 毕竟我是个画画高手 画完后就算丢了 也能一眼认出来这是我的橡皮 做菜 把一块橡皮切成四块 我就可以拥有四个橡皮了 其他三个先收好 最后一个拿来炒菜 先切成片再切成丝 最后剁成橡皮肉末 加点橡皮蟹做桥梁 炒一炒就可以给同桌吃了 我新炒了一道菜 你要不要尝尝 老师 小爷的橡皮给打扰我 我都没办法好好学习了 老师们 快看我新买的橡皮 是不是超好看 小爷 小爷 快看我买的橡皮 为什么也买了这么多橡皮 这些可都是男生专属橡皮 比你们女生用的橡皮好多了 什么 我不信 要不然咱们来比一比 比又比 看看谁的更好用 男生女生橡皮最干净 一代 并且是第一位选手 第一款橡皮式橡皮 长得就像橡皮一样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拿橡皮一样 突一突就行了 怎么样超大 擦的也拒干净 不但外表很像明星 它的内肤里面那呢 无论你怎么擦 它都是一圈一圈的橡皮 老师如一 真的太好看了 不都是橡红橡皮吗 我也有 而且还比你大好几圈呢 这款叫巨无霸彩虹橡皮 一个顶十个 以前用小橡皮总是丢 现在这么大一块 想丢都丢不了 一块已经穿一年 我兄弟没橡皮时 还得切一小块送给他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用 别急 再看我们第二款橡皮 这款是每个女孩子 都必须的橡皮 看看它的包装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叫什么了吧 没错 它就是口红橡皮呀 长得和口红一模一样 它是一种优雅的擦字 还可以拿来和小姐妹们超美呢 不过小姐姐们可以把它给收走咯 千万别让妈妈看见了 不然妈妈还以为你偷偷学化妆了呢 给你这口红橡皮带到学校去 肯定会被老师没收的 还是来看看我的吧 这款橡皮 你可别瞧它眨得丑 它可是有大用处的 这是一款墨水铅笔两用橡皮 黑色这头擦墨水 白色这头擦铅笔 长得是不太好看 那绝对是供能新橡皮里的画掘机 看墨水都擦得一干二净了 但磨砂质感摸起来还挺解压的 不信的话 你也买个试试 解压有什么用啊 好看才是王的 又是论体颜值 小章鱼橡皮说第一 那可没有人敢说第二 最重要的是 人家可不仅是橡皮呢 里面还包含了 四种颜色的彩笔呢 无但能当橡皮发 还能把老师说的重点 全都给画下来呢 买了它就算帮你买了六十笔 六十笔也好看 那我这块橡皮 可就吊打你了 它不仅白天颜值 可晚上颜值更高 为什么 你们有看到上面的小镜头标志吗 这可是以为可以吸收光的橡皮 白天都拿出来用一用 它就会吸收到你身边的紫外线 到了晚上关热的 你就会发现 它竟然发光了 这样就算扮演起来写作业 点得轻轻松松表的橡皮在哪 你会扮演写作业 我才不信呢 看来看我的最后一款橡皮 这款啊 保证所有的小鸣生都特别喜欢 这么好看的水果橡皮 你们见过吗 除了外包装是水果 它的内心深处 全都是水果哦 用小刀把它们切成薄片 你们就会发现 它变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 草莓橙子和葡萄 想想到它们又来到时间 原来是太可爱了 来了你这款橡皮 上课肯定就不会认认清歌了 谁说的 我带你看一款黑科技橡皮 黑科技 这是一款磁力橡皮 包含橡皮界的吸尘剂 它的每一片橡皮屑 可都是带有磁力的 在橡皮底部 还有一片黑科技磁力石 只要轻轻一吸 就都把这些橡皮屑都给吸走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每次吹橡皮屑 都要吹半个小时了 妈妈是不用担心 你吹橡皮屑了 那是有了这一块橡皮 看时候玩橡皮屑 万一很烦吧 谁说的 我可是很有自责力的 老子哥 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些橡皮 是男生的好用 还是女生的好用呢 支持小语我的 就点个关注吧 支持乖乖我的 就点个赞赞吧 小时候的粉笔 都经历过什么 挖粉笔灰 小时候没事就喜欢 偷偷在讲台 偷拿一根粉笔 能获得一整根粉笔的几率 非常小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给粉笔刮笔会 能削下来一大堆粉 贼姐呀 我削的粉笔真完美啊 削完还要用尺子 给它压平再切几下 能玩一整捷克 不过千万别打肥体 不然钱猪可就遭殃了 卷笔刀削粉笔 有时候觉得用刀刮太麻烦 我会用卷笔刀削粉笔 削出来的粉更细腻柔滑 写字还更加方便 果皮刀削粉笔 当卷笔刀削 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时候 我就从家里 偷偷带了妈妈的果皮刀来 这玩意削起粉笔 简直不要太少 此拉几下就能刮出粉末 声音也贼好听 但这个方法有一个致命缺点 就是特别容易被同桌举爆 老师 小女的偷子米的 玩玩玩 就知道玩 下午叫你妈到学校来一趟 给粉笔洗澡 把收集了一个星期的粉笔头子 放进水里泡 就会听见烧水的声音 此拉此拉的很好听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特别好玩 缺点是 宇宙只能玩一次 如果把你的粉笔 消失的太快的话 也是会被亲家长的 又玩学校的粉笔 下午再叫你妈来学校一趟 泡了水的粉笔不要丢 可以当成隐形的粉笔用 刚开始用它写在黑板上 完全看不清楚 但是等到干了以后 就会特别明显 是不是很神奇 写立体字 只要把粉笔掰成一小截 然后横着写出粗笔的字 再用粉笔头的尖尖 沿着字描边 也可以用别的颜色的粉笔 描完边后的字 就自带一种立体效果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 这种玩粉笔的方法 平时你会用哪一种呢 这六口默克全会 好乐 找评论去分享一下吧